接下來的話我們進入唇膏 這一次唇膏收了三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選了三支欸 就完全已經失憶了 現在已經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外面不是幾乎已經沒有辦法再做試色了嗎 我覺得唯一學到的技能就是現在蠻會忙買彩妝 就是通往看一看 然後或是試色看一看 大致上可能百分之80以上可以挑到的是我真的喜歡的顏色這樣子 因為反正現在外面也不能試色 我覺得去逛那個藥妝店都少了一點點樂趣 不過沒關係我們現在就是很會忙買了 了解自己然後也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色 亥三支的話是兩支口紅然後一支唇蜜 所以口紅剛剛的這個眼影是一樣的黏指紋包裝 但是我覺得他口紅沒有黏得這麼誇張欸 黏指紋沒有黏得這麼誇張 嗯而且是蠻有重量 就是有一點點塵的這種蠻有質感的 然後跟這支唇蜜 這支唇蜜我很期待 因為我覺得很多唇蜜好像都做那種比較半色系的 反而就是很少做這樣子 有血色感的顏色 對所以我覺得唇蜜我還蠻期待的 唇膏的話我買的一支是4號 一支16號 這個偏橘的是4號 然後這一個是16號 滋潤質地的 你們看這樣子 還可以看到他這種潤澤感 質地非常滑順 這一個是4號 就是剛剛說比較偏橘的那一支 這支是4號 唇膏 有點的話是長這樣 我覺得他非常的透 就是完全是透得出我嘴巴原本的顏色 如果說唇色是在深一點 或是暗沉比較嚴重的話 會有一點擔心欸 可是質地很舒服 就是潤潤的 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幾乎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然後非常的潤 他的唇在感不會很重 不會是潤到很油 拉遠我覺得其實蠻好看的 可是我就是擔心 如果是唇色在深一點 或是真的有暗沉的 可能遮蓋力會不是很好 本身的唇色 像這個邊邊旁比較暗沉的地方 就其實沒有遮住 我再多上一層看看 好 這是再疊第二層 有好一點啦 但是 恩 好吧 我覺得如果淡妝吧 淡妝用OK 所以你可能要取捨一下 如果你是唇色比較深 然後你希望可以完全蓋住你的唇色的話 這一支顏色可能對你來說就會太淡 這一支是Snydu Beauty的四號色 下一支是這個紅棕色 好 這一支是 恩 有點偏向酒紅色 可是這種顏色本來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色系 買幾支都買不膩的那一種 是不是整個都有白一階的感覺 我覺得質地很棒欸 它真的很保濕 但是它的存在感又很低 恩 質地是非常舒服的 我覺得它真的是有一個 很神奇的一個潤澤感在欸 是漂亮的那種潤澤感 這種顏色啊 它帶一點潤澤感 你就不用怕它顯老氣 因為如果這種顏色你一開始 恩 挑戰霧面的話 你會瞬間就是嚇到 就第一它飽和度很高 然後第二的話你會覺得 欸 突然變得好像 怕自己覺得很老氣什麼的 所以就是喜歡那種顏色 然後一開始想要挑戰的話 可以先從潤澤感開始 其實唇膏我還蠻喜歡的 它質地非常好 另外一個的話 其實它本來就是比較自然 比較偏淡的橘色 然後這一個的話 就沒有遮蓋力的問題了 因為你看它其實 恩 我剛剛說的 我這個邊邊比較暗沉的地方 其實它就真的都有遮掉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是顏色色好的關係 尤其它本來就是做比較透 就是淡橘色 那像這樣子的酒紅色的話 它就沒有剛剛說的遮蓋力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喜歡這個色系的人 我覺得這支是蠻可以收的耶 唇蜜是長這樣 這邊有一個它的LOGO 然後看起來顏色很深 但是因為是唇蜜的質地 所以我也一直蠻想試試看的 而且我很喜歡這種顏色深一點的 因為唇蜜它本來就遮蓋力比較低 那如果是做深色的話 可能就沒有遮蓋力的問題 而且如果你手邊有太乾的唇膏的話 就是先不要擠著丟掉 就是可能顏色還OK 可是可能真的會讓你很顯唇紋或死皮什麼的 那就可以利用一個好看的唇蜜疊插上去 然後搞不好疊起來的顏色是好看的 這樣子那支口紅也不用浪費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唇蜜喔 從鏡頭看我覺得跟剛剛 潤折唇膏的這個滋潤度感覺沒有到差很多耶 如果說你怕那個黏感的話 那其實入口紅就OK啦 可是我覺得它跟其他的那種 一般唇蜜比起來算是不黏喔 你看 還是唇蜜當然還是會黏 只是說再跟一般唇蜜比起來的話 它相較沒有那麼黏 它跟剛剛口紅比起來當然因為是唇蜜 所以有多了一點點的厚重感跟存在感 對但你有感覺到它是有更保濕的 像因為我的嘴巴很乾的關係 在台灣的話其實還好用一般滋潤型唇膏就OK 但是我之前有一次是帶著我就是喜歡的唇膏 然後出國 結果發現我在台灣擦OK的唇膏 結果出國可能當地比較乾 那些唇膏就是上在我嘴巴上也是大斑駁 大脫皮 所以就緊急在日本買了唇蜜 就是如果我可能再到乾一點的國家 我就一定還是需要唇蜜這樣子 對所以後來我就是偶爾會有看到喜歡的唇蜜 我就會先熟 以前如果是出國到比較乾冷的國家 我一定都是帶唇蜜 看今年台灣冬天怎麼樣 如果說真的很冷的話 我可能也需要觸動一下唇蜜這樣子 我覺得顏色很漂亮欸 真的我覺得蠻難得可以看到唇蜜有這麼多顏色可以選擇 然後甚至是有這種紅棕色可以選擇 它的這個口紅跟唇蜜我都很喜歡欸 接下來的話是腮紅 所以忽密 然後跟迪士尼聯名的腮紅 它其實那時候聯名很多品項 但真的太久了欸 其實我收到的時候想說 我怎麼會買這個我真的忘記了 不過還好 顏色 顏色可能就是我會買的顏色 開的話就像這樣欸 是蠻可愛的 就是裡面 我那時候會想說我怎麼會挑這顆顏色 你們有發現嗎 就是 它的顏色有像腮紅嗎 哇 你看它其實顏色是有層次感的欸 這個是比較偏蜜桃菌 然後紅色 這個是比較酸一點點有一點偏古銅色的欸 我真的覺得它可以當眼影欸 然後我剛摸發現粉質超細欸 超級細緻 你看然後延展力也不錯欸 還蠻漂亮的 它是不是眼影啊 沒有它就是腮紅沒錯 我沒有買錯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它裡面的刷子 應該不會太差 直接混刷好了 看得到顏色嗎 它刷子還ok欸 它是你知道這樣子 有厚實感的 而且毛超軟 顯色度其實是拿捏得非常好 就是它看起來顏色很重 但是沒有讓我變小丑欸 所以沒事 可以大膽的刷上去 然後顏色它這樣混起來還蠻漂亮的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通透感 欸我覺得它甚至屬於那種 就是用起來比 看起來 還好看這種彩妝 你們知道那種嗎 就是在盤裡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是用在臉上 會有一點驚為天忍的那種 而且它粉真的好細好綿喔 欸可以欸 你看 它顏色明明在盤裡 看起來這麼重 可是它上在臉上也太自然了吧 而且我就是 隨便用它裡面刷子這樣刷 你看它裡面的顏色 你會很難想像它上到 臉上的樣子 可是是自然的 因為我像 像我現在口紅這麼重 我剛剛就很擔心 我會不會 整個上上去變紙娃娃 然後整個妝毀掉 可是完全不會 而且 我覺得它 帶給臉上是一個很自然的 還有一點點這樣子的光澤感 它的那個紅不會讓你像過敏 然後或是 很像失手這樣 它其實不容易失手 因為我剛剛這樣子混刷 就直接這樣刷上去 完全就很融合皮膚 你只要頂多在這個邊界 再稍微刷兩下就好了 欸 不錯耶 剛好今天這樣的妝 完全搭得起來 因為我還蠻有點擔心 想說這個就是 買沒買 然後這樣開箱 會不會根本就 湊不起一個妝 那 我們今天的妝完成啦 就是用我新買的日本彩妝 然後畫上臉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整體就是 我都很滿意耶 我覺得今天完全沒有彩雷 用那個彩妝新品 就會覺得很興奮 很開心 就迫不及待出門 要趕快把它畫上 好啦那今天就是 採購了一些日本彩妝 雖然台灣都還買不到 不過因為最近匯率很低 可以去找代購了 對 然後但是我也是等了很久 然後 終於來了覺得 就是很興奮 然後趕快想要上臉 順便一起錄下來這樣子 歡迎就去留言告訴我 你還有對哪一個 日本彩妝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跟我說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啦 掰掰